所以你只是想玩它 可是它是隨機的吧 中華南天宮十八十八月 我就跟你說 幹 還要抓緊 你看看這個臉 喔好紅啊 比那些鬼還恐怖啊 這好像要聽到什麼奇怪聲 就是 是 前有小偉的平原是黃色的紀錄台灣公告書的平原是甘馬色的歡迎大家回來的橙色的平原這部我是平原 走去到我的好朋友的學弟 他說他不要露臉所以只拍下面 我們做的來到這裡 這是中華 北瓜山的這個南天宮 這裡有一個很有名的 要算設施嘛 前前一陣子有去那個麻島大天府的那個十八層地獄 然後聽說這裡也有一個十八層的地獄 總之走去就是特別來看這個八卦山的十八層地獄 南天宮主屬這個櫃天大神 他去當到台北 那一陣子宮坊就是擔到台北 頂端宮坊就是這個櫃天大神 聽說這個十八層的地獄是這個大勝爺 如果我有同期來支持說要來見這個十八層的地獄 一定 好像蓋好已經有五十年左右了 當初蓋這個就是有一個要來教化人心 原本就是這個十八層的地獄 正是這個大勝爺 所以我對我來說是一個十八層的地獄 那個十八層的地獄 我請問一間四十八層的地獄 我請問一間四十八層的地獄 泡看影書 那你剛剛說什麼 所以意思就是不能色色 色色的話就會到出鏡網這邊 但你剛剛說看片子應該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書 走起來去樓家就是這個 十八站第六的立口 有沒有這個 這麼復古的機器 剛剛一炸這個風景區都會有這個 可以偷偷看嗎 抽籤的機器 不是啊 他有插電嗎 不要錢 他在這裡 他有插電嗎 應該有啦 我拿來試試看 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十塊錢而已 反正我們剛才那個 向右錢都添了 我們還添了一百一十塊 所以我覺得好像就算了吧 好難你偷 試試看 這不是夾娃娃機的 他會不會當機 不會 會不會吐不出來 應該是不會吧 總之 試試看 好啊 然後下去之後 我會記得這個人會叮噹吧 喔喔喔喔 動了動了動了 他會唱歌耶 對對有一個音樂 不是你有問佛祖什麼事嗎 沒有耶 所以你只是想玩他 可是他是隨機的吧 欸有了有了 來看一下 現在就是我心裡所想的 那這次我怎麼打開 那有一個吸管啊 吸管 用吸的嗎 不是啊 你誰說什麼 啊不然 不是啊 你這樣我很難剪接啊 你想辦法用出來嗎 對不是啊 不是啊 幹不然他怎麼用 吹出來嗎 喔是 是用這個殺出來 哎呀 人家就做啊 好 不知道又不會說 我們看一下 好他給了你什麼圈 濱不撐 60-10 1千 以味花開截止 1半枯 他好像 可能是你玩他耶 所以好像不是 不是很好籤 來這台伏是民國61年8月 所以 這個18站第六 真正有50年了 中華南天宗 18站第六 我們現在就要走到地獄裡面看看 好 第一個是奈何橋 要先過這個奈何橋 好像 欸 這好像沒有那個麻豆的那種恐怖 感覺啦 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基里 就是樓上 然後 可是麻豆那個是在 是下面嗎 反正是一個很暗的地方 我就跟你說 還要串結 是不是 我就跟你說 一定會陷下去 我嚇到了 我嚇到了 真爛就嚇到了 奈何橋是會陷下去的 你看 還要串結 可是 它是機關上恐怖 不是 不是那種 氣氛上的恐怖 氣氛上也不錯啦 然後因為樓下就是第1店 第2店 起來後就是第3店 送帝王 你官網 可是因為這好像 做得好要50年了 所以有這麼多 這原本看起來應該會上檔的東西 現在都不會上檔 你看這個臉 好紅啊 認真有點恐怖的這個臉 這是少數一個正常會運作的 感覺上我但沒有要小小失望 感覺 麻豆的 規模跟 它 就是氛圍比較好 它有它的特色 因為麻豆是整個 場景都 做得差不多第1 然後 中華街是比較 這個有點像什麼 櫥窗的感覺嗎 就是 一排這樣 兩刀殺人 這要請 老師講解一下 這應該是要加熱之後 再殺才沒事 他還善意提醒你這邊 故障 對啦 這件事有比較年久失修 可是與 入場費 也只有50元而已 動作協議會是還好 會會會 我這個動作 沒得了 原來它是會亮的 原來它會亮的 我覺得是下面那個阿伯他在切開關 不是他有個感應器吧 不會不會 有啊你經過了 還是 就是這邊 好像有個感應器 這個嗎 這兩個洞嗎 有啊 比那些鬼還恐怖啊 好囉開囉 8殿 都市網 都市網家給做更的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 它就沒有紅色的日光燈 然後 平等王 用車去砍嗎 他現在要帶他去輪迴 然後 孟婆庭 好 來孟婆庭 喝這個孟婆湯 不可以去輪迴 他也比較有趣 對 電話關掉以後 好像比較恐怖 不如不要開電話 對 我們第一個要走後 要去到上面 上面排的就是 大聖牙 就是南天宮的豬神 這是三樓 三樓 共風的就是豬神 大聖牙 我們來看一下 大聖牙 南天宮的豬神 是這個 大聖牙 然後他的大聖牙是比較斯文的造型 然後 這裡還有四樓 四樓 魔戒怪壇 知道是什麼 名字聽起來很帥 喔 有叫聲 我剛剛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叫叫 有叫聲 好像 上面好像比較刺激 是要從這邊 哪邊 從這裡 哇這好悶喔 四樓入口 慕蓮舊母魔戒怪壇 哇 這好像比 還要更像18層地獄 還要更像18層地獄 這邊的場景比較好 他頭不見 誰 慕蓮的媽媽嗎 慕蓮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什麼 慕蓮舊母啊 對 慕蓮母飛生 所以一點飛生應該就是慕蓮的媽媽 魔戒怪壇 是恐怖的嗎 對啊應該頭會噴起來 恐怖的我就覺得很恐怖 是恐怖的嗎 來印一下 為什麼 就是 那個恐懼感跟二樓差很多 二樓比較像幼稚園般 可是來到四樓以後 這整個氛圍差很多 有沒有 有有有有 四樓這裡看起來比較恐怖 就是 那個氛圍 做得比較好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這是魔戒怪壇 那就是很恐怖的意思 各種很恐怖的東西 我想要拿手電筒 你會怕嗎 我拿手電筒出來 我不想被嚇 不用怕啦 好就這樣 幹又是那個 又是那個 是不是那個 可以嗎 有 再來一次 這應該是 整個設施最恐怖的東西 老外 老外 比較開放一點 這是 這是 這是什麼 比較開放 那個 精靈 小精靈嗎 Fairytale Fairy 那個牙仙 他頭 這是在幹嘛 他頭也不見了 接引西方 他頭不見了 這邊有東西嗎 喔 喔 喔 就是 控制器在打 所以 我們現在確定了 我們剛才的收穫就是 這東西在上面不是用電動的 對 是用氣動的 對 用氣動的 因為有控制器在打 不怪它很熱 對 很高興 我們出來了 我們出來了 那有點短 喔 喔 要太嚇一下 太嚇一下 欸對 南天宮收金壇 欸太嚇 太嚇 李氏民有地府 喔 所以李氏民 在哪 在哪 這是李氏民 喔來來來 喔來來來 打我剩一個 這是李氏 不是啦這是被斬掉的龍王 喔 啊李氏民是後面那一個啊 這也吧 這也開始李氏民吧 對 以前 我們學會殺口 來來來 哈哈哈 李氏民請換衣換口 這個故事應該是 什麼衛珍斬龍王 喔 之類的吧 然後龍王去告狀 繼續往頭前 這比較康的地方就不會恐怖了 喔這好熱 因為 因為這個設備動的比較 動的比較用力所以這裡運動很高 喔這是 繞進的過程嗎 應該是用 黑令旗 還有黑令手 牛叫牛耍 然後還有人塞 可是 師傅這個頭巾 掉下來好像 綁得 不是那麼的 確實啊 師傅的腳不見了 這 這腳斷了 有師傅的腳好像不太行 梁山伯 梁山伯 與助音台 可是 助音台 這裡啊 這是梁山伯 好像不見了 助音台好像不見了 騎買的比較是梁山伯吧 這是 磐絲洞 山藏的 這在剛才抓去了 然後 台省牙 要給它比較短 上去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這又起立有東西嗎 不知道 起來看不太好 所以這是 所以最驚喜的 還是最上面 喔 沒有沒有 不能起立 沒有關係 好吧 就 就這樣 就這樣 感覺上好像 很空虛嗎 這大概就是會被列為彰化 B級景點那一種 很好啊 B級片都可以紅了 就是 50年前 這可能是 是很先進的50年前 可是你現在 好像有一點 多媒體展大概也是長這樣子 這是50年前的多媒體展 因為現在就是比較沒有在維護 因為畢竟來的人也少了 所以就 就顯得有一些 比較 比較 但是我相信教化人心的目的還是有 他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重點是背後的意義嗎 裡面的 是蠻嚇人的啦 真的是有嚇到的感覺 他畢竟不是 遊樂園的鬼屋啦 他是有 教化意涵的 陸續還是有一些遊客會來 所以也是有人啦 非常希望 總之 這個南天宮 如果你把他動作是一個景點 你可能就覺得很無聊 或者是有點露 可是 它的本質不是一個景點 也本質是一間廟 是南天宮 是拜我們大勝爺跟家庭爺 所以 我是覺得要來的人 就是你可以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景點 可能是你去八卦山走走走下來 然後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可以稍微來這裡 參觀一下 我決定都用貓的畫面補完整支影片 對 我覺得貓還比 虎媽先拿出來好了 在滴了 在滴了 南天宮這裡有刺動三隻的鳥 看起來這麼悠閒